亥戴化妆福西女娲 福西女娲到底是人是神 这个问题因后世的民俗传说而越加混乱 根据先秦史料 福西女娲大概有三种面目 一为礼乐文化始祖 一为照造人黄 一为纯粹神话人物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呢 这个问题恐怕已经烧脑两千年了 识破天惊的是 2018年山西石卯遗址 竟然出土了二十余剑古志口贤秦 结合试本等残文记载 竟隐约证明了女娲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 其他两种形象也不是就此证伪了 而是显示了另一种文化族群的记忆持久存在 石卯古城 一、女娲做生皇 福西女娲作为上古人皇的名号 在庄子、列子、意气词都有记录 虽然会有一点神秘 但那些文字可以肯定是描述人类的 因此可以认为 福西和女娲是上古皇和中下游流域土著居民的领袖人物 或家族不足 其文化贡献相当巨大 例如福西与初步的天文观测和文化符号有关 福西做八卦 女娲与音乐有关 女娲做生皇 一向严谨的司马迁 对此不敢肯定 只是在太史公字序里说到于文之先人曰 福西至唇后 做一八卦 完全不敢提女娲 列子皇帝 泡西是女巫是神龙是下后是蛇身人面 牛手虎鼻 此有非人之状 而有大圣之德 一系此下 古者包西是之王天下也 庄子大宗师 福西是德之 以习气母是本作片 女娲做生皇 红山女神 在考古上 我们知道 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 以祭祀七夕浓厚之名 祭坛 东北亚考古 也显示一直存在福西女娲交委图案 因此让世人联想到其女神雕像与女娲有关 这个也不能说安全没道理 但没有直接证据 更为有力的其他线索 却在去年出现了 赵国史书是本残文说到女娲做生皇 而月季皇竟然于2018年在陕西石卯古城发现了 专家认为 广泛流行于北亚地区的口弦琴 就是皇 石卯古城发现了20多件 时间鉴定在4000年前 这个发现相当震撼 说明是本的谈文记载 竟然可能是真的 吉女娲是皇帝时期的一位人文大师 他发明了生皇 且生皇不是一般的乐器 乃是与男女有关的礼乐之器 石卯已只发现的古制口弦琴 从诗经关于生皇描写可以看到 这两种乐器 让古人脱离了野蛮 开始过上有礼节的文明生活 这就说明 后世将福西女娲联络在一起 并不是没有道理 他们的纯厚和灵性 为后世的礼乐文化 奠定了根本之机 但这与汉代以来的福西女娲交维形象 又有所不同 何以如此呢 很可能是因为生殖内涵来自另一个文化系统 吉南方楚文化 这就不能不提到近年来的另一个重要话题 长沙子弹库楚博书 时髦壁画 二 楚博书的女娲 长沙子弹库楚博书 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博书 年代属于战国时代 各家文字考试和段读略有不同 大体上都可以看到 其一篇是一个天文地理启蒙的故事 其主角名为薄戏或薄戏 很像炮戏 应该就是诸子书中的福西 他娶了一位重要的女子 被认为就是女娲 生下来四个儿子 问题是 世人都知道定四十的围瑶帝 画九州者乃大鱼也 为何就变成福西了呢 女娲不是人文始祖 音乐大使吗 怎么会变成了一位老祖母呢 楚博书 这里的女娲一般认为 存在传钞中的错额 不可信 问题是 不仅仅是一本书这样引用 而是五月春秋 玉篇 史记正义 都记载于曲图山市 名女娲 更有甚者 2006年整理出版的 湖北隋州孔家 破汉简 也提到了 雨和女过 这批汉简的年代 属于西汉早期 其文字尚未立定 长沙子弹库 薄书一篇 约故 框熊薄细 福西 出自框 君于框 甜于鱼 框框框女 孟孟默默默 茫茫妹妹 黄张碧碧 框框水框 风雨是鱼 乃许框子 约女皇 挖 是生子四 框框是香 天鹿是阁 摊画法照 未雨为万 气 以思赌土 香鬼天部 框乃上下连段 山灵部 乃名山川四海 框熏气破气 以为奇 以色山灵 双蜜渊慢 未有日月 四神相待 乃不以为岁 是为四时 玉片古部 于曲涂山士 宁女娲史记下本句正义 隐蔽戏 于曲涂山士之子 为之女娲 是生起 东汉福西女娲专项 所以 在南方楚的 也可能流传著一个福西女娲的版本 它很可能是迁徙到这里的楚人从黄河流域带来 而后 又与本土传说融合起来而成的 在融合的过程中 大雨至水 并在江淮地区去了屠山士之女的事情 又被吸纳进来 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叙事 在这个故事中 重点是男女十足是夫妻关系 所以就不难理解 为何汉代及以后的福西女娲 会是一副娇位形象了 三 神话中的女娲 山海经明确提到女娲时 是一个诡异归奇的画面 说到西北海之外的地方 有十个神人名为女娲之长 且处立广之也 横道而处 直觉上 似乎是指西北方面的荒漠上的路实而言 具体位置不能确定 一般来说 这种路实上 往往有一些怪异的人像和图案 带有原始宗教或神话意义 同样 中期楚人屈原的楚词 也带有神话色彩 认为女娲拥有一个怪异的身体 不知如何创造出来 列子虽然说女娲是世上古人皇 同时也说到了她是蛇身人面 这点都是一致的 于是引发了后人关于蛇崇拜这类原始宗教的研究 阿尔泰言话 处词天问 女娲有体 熟能降之 王义柱 女娲人头蛇身 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北海之外 大荒之鱼 有山而不和 名曰不周 父子 有两黄寿首之 有水曰寒蜀之水 水溪有诗山 水东有木山 有与公公公国山 有国名曰书氏 专须之子 有神识人 名曰女娲之常 化为神 处立广之也 横道而处 由于山海经在关于女娲的文字中 又提到了不周山 与与共公式之战等神话 后世就不断的联想 可能延伸出怀男子 宁讯 关于女娲 炼食补天的故事 这里也仍然可以到作为原始宗教象征物的陆时的巨大存在感 阿尔泰陆时 综合而言 女娲单独出现时 完全是一个神话形象 蛇身人面 且地理方向位于西北 女娲与福西 皇帝等历史人物一起出现时 是人文方面的伟人 东夷 楚人 怀夷 中原 甚至西北时髦遗址 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 而福西女娲作为夫妻出现 则属于楚文化特有的版本